我 好了 浪漫 没有 我 我 约倒了 好 顾晨宇先生 请问您愿意娶夏晓宇女士为妻吗 我愿意 夏晓宇女士 请问您愿意嫁给顾晨宇先生吗 我愿意 经审查 你们符合结婚登记条件 请前往领取结婚证 我问过了 酒席呢得提前半年预约 所以啊 婚礼的事 现在就可以提上日常了 好好好 这样好 我回去查查 选个好日子 我选好以后通知你 小宁妈 你再帮我看看婚纱 婚纱你也挑了 嗯 真不好意思 你看啊 这一款 据说 是意大利著名华裔设计师 米斯王的设计 还不错吧 那当然 那当然了 国际设计师嘛 好好 不过 好倒是挺好的 就是 是不是有点 不适合我们家小宁啊 你跟我想到一块了 是吧 有没有别的 嗯 你再看看这一款 这个好 嗯 这是咱们本地三十年的老裁缝 手工定制的款 哎呀 这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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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很有古典韵味 对对对对 这个适合我闺女 妈 阿姨 哎 你们有没有问过小宁姐的意思啊 对啊 得要问问小宁啊 我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嗯 要不让我这个年轻人 哎 过来 帮你提提意见 来来来来 来来 来来 年轻人的眼光 哎呦 慢点 这孩子 这个是碗盘上的 过来 好漂亮 这个呀 是刚才你妈说的那个 真好看 我选的是这个 阿姨 你看看 酒店的菜单 你看看电脑鞋子 好好好 这两款都适合 还有这个 清卷啊 让你们破裂了 那是哪里 人生大事嘛 你太客气了 小宁啊 重要时刻嘛 您看看 这一秒像梦一般的心跳 只有你能够明了 你的眼睛像星星在我夜空闪耀 第一次欠你的书信乱了呼吸 如此像你 就像是摘取了星星那般幸运 这一秒像米一般的味道 都是你给我的讯号 你的拥抱像海盗 被风暖暖围绕 第一次确定你的心不能相信 湿了眼睛 想陪你去每个天明 带你飞行 在大大的世界 温柔的握紧 你守护着秘密 秋天般的惊喜 如此轻易 是你给的兴趣 抱紧你的勇气 从此不再分离 爱的没有道理 当遇见你 第一次看到你的微笑 我就丢了心 命中注定 想和你拉扎收到彩虹上面去旅行 扎一颗心 偷听你每一个心情 让心心去 远离每一个梦境 收藏你每一个表情 那是属于我的思绪 没个躺向座 没个坐下 只是一个吃相的 你觉得合适吗 快起来起来 我和晨宇的爸妈呀 谈一下酒店的事 一会儿我就回来了 你呢乖乖地待在这儿 不许出门啊 结婚的前一天啊 不能跟晨宇见面 知道了吗 我知道了 妈 你赶快走吧 一会儿你该迟到了 少吃点 你明天还得穿婚纱呢 你这孩子 我吃了吗 我早吃我就吃了一个 别吃葡萄啊 就吃个苹果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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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到吗 两点上线之前 确认一下最后一版的概念海报 还有 要让各个角色错开时间 转发倒计时 最后再跟大家确认一遍 确保管我一时 行 你就放心好了 我绝对安排妥妥的 今晚你就好好独守控房吧 谢飞 飞过来给我洗碗 马上马上 好 好 顾先生 您订的百里佳吉宅吉宋 已经送到您的门口了 还是新鲜热乎的 麻烦您尽快出来拿吧 嗯 我好像没有点过外卖吧 那可能是某一位最温柔 最善良 最善解人意的小粉丝 送给你的爱心外卖吧 嗯 行 那我出来取一下 希望 是我想吃的 我的外卖呢 顾先生您好 您的外卖 老婆 您怎么来了 因为 花小宁想和莫不语 一起看望川的上线 可以吗 当然没问题 求之不得 好啦 别看了 家里没人 走吧 真好吃 嗯 好吃你就多吃一点 别紧张 还有几分钟呢 可 可是我就是那一种 心跳加速 砰砰的 然后我莫名地紧张 快快快 倒计时 倒计时 嗯 快 双表给我 五 四 三 二 一 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部剧 好开心 第一部剧哦 我的第一部剧 傻瓜 也是我们的第一部剧 那 我以后也会有粉丝吗 我就是你第一个粉丝 妈 你怎么回来了 快 走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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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又回来了 先回来 Bruno 你 你 的